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玉林大师 清凉似有难 主持方丈想打扰两位大师片刻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方丈大师 请 请 阿弥陀佛 方丈大师 请 请 奴才寇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方丈大师 请请 阿弥陀佛 二位大师 也请坐 之前 听说惠明大师是位年轻的高僧 没想到 竟然是为父总管 阿弥陀佛 善哉善哉 惭愧惭愧 小纳知道 三位大师不喜欢被旁人打扰 所以一直未来拜见 然而 近日清凉寺被西域尊者持谢包围 情况之紧急 盛往昔 那是 数倍有余啊 所以 小纳不得不来和三位大师 好好地商量商量 看看 如何应对 请问方丈大师有何高见 佛说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西域尊者 持谢而来 我等 不闻不见 不观不识 视为大定 朗西 我佛割肉为鹰 舍身为虎 今日我等 舍头让敌人砍了 也是 大慈大悲 阿弥陀佛 方丈大师 您今日所言 与往昔大相径庭 阿弥陀佛 昔日之为父总管已死 今日之我 由佛法重生 身无庙里 与世无争 自然 与往昔大相径庭 难道我师兄 就在这里等死吗 昔日 御林大师有言 倘若清凉寺真有劫难 那也是 再劫难逃 待到敌人 杀进大凶宝殿 看到我佛如来 庄严宝像 忽然 悬崖勒马 也并不是不可能 你这小方丈 真是糊 他们怎么能放过老黄 放过行池大师呢 昔天 你自己才是糊涂 方丈大师 自有妙策 原来方丈大师自有妙策啊 昔天大师 还是您厉害啊 小娜在这里装模作样了半天 您一句话就把我给说破了 其实小娜呢 也没有什么妙策 正所谓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小娜这次来啊 带了少林寺的二十位武僧 再加上达蒙院的八大金刚 还有般若院的成官大师 再加上行殿大师和小娜的书筒 所以 安全护送行池大师下山 我想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我乃不祥之身 上司为了我 已经杀上了不少性命 就算这次逃离此劫 他们必将不死心 千方百计地想解夺于我 又将会造成多少杀业 终无料事啊 师兄 那些西域尊者呀 想把你绑了去 资以胡为 残害天下的百姓 我乃获师太 等他们到来之时 我就当众引火自焚 让他们从此死了这条心 皇上 那是万万不可 奴才带你焚身便是 你带我焚身 有何用处 个人也报 随罪取向 无可待者 无可替身 不是 皇上 阿弥陀佛 善哉善哉 行痴已误大道 这才是佛说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的真意 臭皇上 每次我快要说服老皇爷时 都是你在刀鬼 待会儿 新域尊者到来之时 老衲与行痴一同焚身 住持方丈 与各位师兄 不可阻拦 我等蒙达摩祖师一路照应 穿山御岭未遇险阻 请达摩祖师继续保佑 连我等为天下苍生谋福之心 保佑我等 驱逐蜻蜓 返青奉明 驱逐蜻蜓 返青奉明 驱逐蜻蜓 返青奉明 在王屋山下 围乡主带着大队清兵 一定是奉命来保护顺志 司徒老爷子说 这大炮威力巨大 我怕万一违乡主在清凉寺里啊 是啊 那这样我们岂不是亲手杀死了我们的救命恩人吗 违乡主隐瞒身份在朝廷为官 此次奉命保护顺志也是情非得已啊 要是不明不白地死在这里 这返青奉明 岂不是又少了一个重要的推手啊 是啊 师父 要是天地会怪罪下来 又会与我们结下梁子 大家不能同心协力 这返青奉明的大业 必定会受到影响啊 问题是现在我们怎么才能知道 围乡主在不在清凉寺主呢 吴老爷子 敖大哥 曾姑娘 两位切莫惊慌 你们口中的围乡主 应该就是救我们王巫派 十余条性命的围都统吧 我的想法和你们一样 苟皇帝非煞不可 但绝不能伤到围乡主 我有个主意 我假装乡客去清凉寺上香 看看围乡主到底在不在寺中 曾姑娘 愿意劳驾前往 我师徒感激不尽哪 哪里 围乡主是我的救命恩人 就算没有听到二位的谈话 我也会设法相救于他 曾姑娘 我们隶属不同的门派 你 二位可以相信我 好 姑娘 此事只能你我三人知晓 不可对外人提及 那是当然 不可对外人 唉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大家不都是在这里想如何保护三位大师吗 本座忽然有个灵感 这阿弥陀佛 咱们试炮 来 再高一点 小公爷 这一炮要打出去 全都会夷为平地 好 却让那两个狗皇帝命丧于此 五老爷子 曾姑娘 怎么样 我看到围乡主了 他当了和尚 在他周围有二三十名五僧 他一定是奉了康熙之命来保护顺志的 师父 司徒老爷子已经瞄准好了 要是这一炮混下去 那 那围乡主岂不就 就没命了吗 大家都知道怎么做了吧 知道 开始行动 走 走 少儿 有少林的八大金刚 还有那么多高手 其实 您可以不用去的 可是相公的事就是我的事 我只负责点穴 不会有危险的 我的好双儿 那你小心点 嗯 那走吧 行 有 那些问题 那种东西 有小长迟 有小长迟 你得怪我 你得怪我 以为我们都不骗 有小长迟 有小长迟 你不骗 你不骗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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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徒老爷 打起来了 他们打起来了 那些和尚和尊者打起来了 这些尊者的目的 应该是顺治老贼 我们静观其变 如果顺治死在他们的手里 那我们的炮弹就留下来 对付康熙小贼 司徒老爷在为何肯定 康熙回来 还记得吗 前两天我们路过白石城 有一对乡客霸占了客栈 里面的人把主子围得密不透风 但鸭雀无声 如此行事像不像 御前侍卫啊 估计他们的矫程 今天晚上就会到五台山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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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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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师 没事 把他们一王打尽 好 走 把他们全部都给我带回去 是 走 走 走 起来 走 走 把他们的衣服都给我扒光 手脚再绑起来 每个人身上再点它十八处穴道 然后锁到外面的柴房里去 是 双儿 你没事吧 有那么多少林高手保护我 我没事 我知道 这次你没过瘾 等下次遇到高手 我再派你去的 相公怎么安排 双儿就怎么做 我让你做什么 你就做什么 嗯 把衣服给我脱掉 我 啊 你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尊者即是和尚 和尚即是尊者 请各位大师 把身上的袈裟脱下 换上尊者的衣服吧 这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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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爹 谢谢你这些年随事在策 行影不离 你辛苦了 今世我沉渊已了 倘若来世有缘 换我报答你的恩 皇上你何处此言 皇上到了菩萨那儿 也要把奴才带着 奴才好帮您提携 奴才跟定您了 妾莫再叫我皇上 我罪孽深重 怎么可能升天 一定会被打入十八层地狱 别再跟着我去受罪了吧 皇上 时候差不多了 待遵者功来 行吃表明身份之后 当即点火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冒犯三位大师敬请原谅 不过世纪从权 小小的冒犯 胜过烈火焚身 佛说 众生即是非众生 自焚即是不自焚 不自焚即是自焚 走了即是不走 不走即是走了 三位大师如果坚决反对逃走 那么请你们马上举手 好 没人举手 那也就是一致赞成了 善哉 善哉 给三位大师 换上西域尊者的服饰 大家再把僧袍戴上 等脱困之后自行更换 好 唉 走走走走 走走走 走走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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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啊走 快 快走 你们看 清凉寺烧起来了 好 那些尊者 已经冲进了清凉寺 我估计 顺之老贼 已经没命了 好 你们看 不 你们看 清凉寺被烧了 他们又找不到行驰大师 但是 以为他已经烧死在庙中 这倒也是件好事 便不会再来滋事了 川儿 快给三位大师把学道全解了 是 来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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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有得罪 请勿见怪 方丈能顺利地把我们带出来 感谢还来不及 哪还能责怪呢 善哉善哉 施主能在一人不伤的情况之下 化解此事实属难得 那 你们是什么人 前边呢 你们是什么人 这 这 你们在此稍等一下 我去去就来 好 好 川儿 保护好了皇爷 多大哥 你看看 我是谁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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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这副打扮啊 你 你不是在少林寺当和尚吗 你不是在宫里当总管吗 明白明白 来来来来 多大哥 可是皇上派你来的 皇上要和太后到五台山去上香 住在林寺寺呢 皇上来五台山了 太好了 那皇上出巡 应该有萧綦营护驾吧 不止萧綦营 前锋营都来护驾 两万多人哪 这样 多大哥 你先把侍卫兄弟们给我用 我有件事要办 还有呢 山上啊有上千名西域尊者 在清凉寺放火作乱 多大哥 你带萧綦营的兄弟们过去 把他们统统拿下 这可是大功一件啊 不过 皇上仍死 英明神武 又好生之德 多大哥 你只管抓人 切不可误伤性命啊 好好好 微兄弟 你把这么大的功劳让给我 真是感谢你啊 好兄弟 讲义气吗 听着 你们都留下 跟着围毒统啊 正儿 你们跟我来 正儿 张大哥 你跟着我 赵大哥 你去揍把皇上 请他去金阁寺一趟 微大人 您这高僧当久了 竟人把规矩都给忘了 像来都是咱们奴才去见皇上 没有让皇上来见您的道理啊 你放心大胆地去请皇上 皇上他知道我在说什么 不会怪在您的 快去快去快去 好好好 好 张大哥 兄弟们 跟我来 来啦 来啦 深更半夜的 谁呀 这是 一千两银子的香金 暂且宝刹休息一晚 不过 不可多问一句 倘若你多问一句呢 我就扣你十两银子了 你要是问上一百零一句 你还得倒给我十两 明白 明白 那是 请 里边去 好 来 请 请 来 走走走 相公 相公皇上来了 提醒 相公 皇上 相公 奴 起来起来 父皇 是 是 皇上 老皇爷 就在里面 小鬼子 你先去通报 这 大师 慧明求见 方丈大师 是 我师兄 精神困倦 恕不相见 他已深入空门 沉缘已了 请你转告门外人 不可扰他清修 是是是是 还请 星天大师通融 开下门吧 只见一面就好 我师兄之意 此处是金阁寺 大家都是客 可不奉方丈法旨 还盼莫怪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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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这个世界上 是一个没有爹 没有娘的孤儿 我孤苦伶仃的 没有人疼爱 我以为 我是这个世界上最苦的人了 活着 我说了你别生气啊 我现在发现一个 比我命还苦的人 皇上 就是您啊 皇上 您的父亲 明明就在里面 可是他就是不愿意见您啊 皇上 你怎么这么苦啊 皇上 皇上 你比我还可怜呢 皇上 皇上 你们父子不能相见 好可怜哪 阿 阿弥陀佛 师主 请 阿弥陀佛 父母 很好想你 痴儿 痴儿 娘交代我四季杀了康熙 他这个时候尽在咫尺 我只要一出手 就可以报了爷爷和爹爹的大仇 可是相公的任务是要保护康熙 我若动手必然会连累到他 若害得相公株连九族 那就罪过深重了 好好少查 正 善儿 阿弥陀佛 总算是了却了一桩心事啊 相公如果去演野台戏 一定会是当家小生 何止是小生啊 你相公我花旦也可以演呢 今日你我一会 一时非分 我修为不孝啊 今后 可不许再来了 父皇 太后难老 他害死了 段静皇后 真妃 容亲王 还有孩儿的亲生母亲 孝康皇后 他这次 也随行来到了五台山 孩儿请示父皇一举 该如何处置才好 师父等孩儿回宫之后 告知太后的亲人术 太后在途中得了恶疾 不知身亡 在法通上 他仍然是你母亲 就算再有不是 他还是你的母亲 不能失了礼数 更不能有怨恨之心 你派人侍奉我 虽是你一番小心 可出家人 历练摩羯 也是应有之意 师父我太过于周到 也是不宜 你回去吧 自己好好的保重身子 切记 永不嫁妇 造福天下苍生 你很好 比我要好 不要再牵挂我了 回去吧 回去吧 小宝 父皇说你很好 不过不要你再服侍他了 父皇说 臣子们服侍得太好 令他不像一个出家人 父皇跟朕说 这些年 他潜心修佛 经常想起以前大清 入官时的情形 那些所作所为 让他时常感到羞愧不已 明朝崇祯皇帝 当年被李自成害死 吴三贵向大清解兵 打败了李自成 可是 可是百姓不但不感激我大清 反而把我们当作仇人来看 你说这是为什么 皇上 小纳在扬州的时候 也曾听老人们说起过 当年清兵入官 杀人的惨事 杨州十日 家定三徒 确实是我大清 做下的恶事 朕会下旨 免了这两个地方 三年的付税 那可太好了 这样的话 老百姓就有钱吃饭 有钱吃肉 有钱穿新衣 那谁也不会造反了 没人造反 倒也未必 谁都要喊着反清复明 可是那明朝皇帝有什么好 还不是弄得民不聊生 官兵民反 朕有把握 朕一定能做得比明朝皇帝好 可是现在到处都有人要反朕 好不容易天下太平了 又要弄得天下大乱 反正四王 不能让他们联合起来 顶南王恐有得死了 留下一个女儿 容易对付 耿京中 有勇无谋 不足为虑 尚可喜 父子不合 兄弟反目 无异于自费无功 嗯 皇上 那这个 就是吴三桂了吧 嗯 皇上 这块石头 咱们先别踢得太快 西域圣教 多次派人来捉拿老皇爷 蒙古王子戈尔丹呢 最近又和西域圣教 走得很近 这东北啊 还有个神龙教 意图谋反 把我大清帝国 夹在中间呢 唉 你说得对 万有强敌还死 不可大意 西域圣教 意图挟持父皇 要朕听命 哼 想得美 对了 这次 父皇在五台山出家的事情 有多少人知道 嗯 皇上 您 我 御林大师 陈关大师 行巅大师 太后 再加上老皇爷自己 总共知道内情的 不超过七个 其他高僧 就算知道 也绝不会乱说 嗯 算来算去 只有那个老贱人 嗯 那老贱人在宫中养男人 仅倩所见 父皇派海大傅 回宫去查他的恶行 所以他非下手害父皇不可 于是他就把消息传了出去 让各路人马来杀害父皇 嗯 皇上推向的半点都不错 那老贱人 害死了朕的亲生母亲 又害得父皇出家 让朕成为一个 无父无母的人 朕若不把他千刀万刮 难解心头之恨 可是 父皇偏偏要朕 不要为难他 这该如何是好 升官秘诀第一条 凡事一马当先 替老板扫掉一切屏障 皇上 您就放宽心 就听从老皇爷的安排 进个孝道吧 太后这个老贱人 他作恶多端 正所谓多行不义 必自毙 他绝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 皇上 您就等着 瞧好吧 嗯 就行转了 我们现在таки 他们的说明 好 aso 少 Pik 我 我